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继续来完成我们的这个爬虫项目 我们上这课成功的拿到了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video info下面的信息 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思维导图 我们在拿到了这样的一个video info的信息之后 我们需要继续根据这个信息 再来用正值的较大师 匹配我们主播的姓名和观看人数 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思路就非常明确 我们刚刚在匹配video info的时候 我们是从全部的HTMS里匹配这样一个video info对吗 好,那么现在你要去匹配video nickname和video number 其实就是继续匹配第一次的匹配结果 也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打印出来的这一段文字里面 继续做这样一个正值的匹配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打印的这样一段文本这里来 我们现在就要在这一段文本里面 继续来寻找我们正值的表达式的这样的一个匹配模型 好,那么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匹配就非常简单了 因为我们总共就这么多文本对不对 我们现在要匹配主播的名字 这个名字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用什么标签来定界呢 好,后面有这样的一个括号 斜杠Stand 然后前面有这样一个斜杠I 所以说我们就拿这样的蓝色选重的区域 这样的标签来做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匹配 那么我们接着就直接把这个能够写在这里的Name Pattern 它匹配的是这样一个斜杠I和斜杠Spam 然后中间的处理方式和我们的这个root Pattern是一样的 好,然后最后我们还剩下这样一个观众的人数 这个观众的人数匹配起来就更简单 因为这里是非常标准的 两个Spam可以匹配到这样一个10.4万人 好,这个是Number Pattern 匹配这样一个人数的 这里我也就不在一个字里一个字里敲了 因为基本的形式都和我们的pattern是一样的 你看,其实如果你的正者表达式基础足够扎实 然后找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匹配的规律的话 其实爬虫一点都不难 好,那么正者表达式的匹配我们已经写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真实的来匹配一下 要注意,roothtml 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列表 对不对 我们这里只是打印的是一个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用这样的一个for-in循环 来便利这样一个roothtml for html in root html 然后hre found on pattern 我们先匹配这样一个主播的名字 name pattern spider.name pattern 好,这个换的就是这样一个html 好,然后把这个结果复制给name 同样子放了我们还有这样一个number r1.32 spider 这样一个number pattern 同样的是从html里面 来匹配 那么name和number我们把它拼成一个字典 我们叫做encore 好,我们以字典的形式分别把name给装进来 然后我们再把number number 好,它也放到我们字典的这样一个直立来 好,然后由于我这里是匹配的 我这里有一组这样的encore 对不对 好,所以我在外面定义这样一个encore列表 接着我们把我们匹配得到的encore 这样一个字典放到我们的encore列表里面 好 那么在这个列表里面添加一个有数的方法 是用这样的一个pend 好,pend.encore OK,现在当我们练立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encore 里面就包含了所有的主播的名字和number的字典 然后我们这段代码写完之后 我们整体的打印来看一下 我这里不再打印的主播还是其他码了 我直接把encore使用给打印出来 此时我们再调试一下我们的代码 断点还是打印在这个位置 不用调试了,我们这样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调试了 我们直接来运行一下 pd.encore pd.encore 好,看到什么 看到是我们所有的结果都打印出来了 但是还很乱对不对 你看一下 为什么 因为我们匹配的这个名字里面有很多的空格 但是它整体上面来说的话 它确实是以这样的一个列表形式被打印出来了 这样我们看一刻 这样的话太多了就是很方便 我们把这个列表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0号元素被打印出来了 这样的话大家看清楚一些 好,看见没有 这个是列表里面的其中一个 name 这样一个number都有 虽然现在这个格式还很讨厌也很奇怪 但是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抓取数据的目的了 我们已经获取到了我们要的这样的一个主播的姓名和观看人数 好,那么下面我们要进行的这个步骤 就是我们这个爬虫抓取数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定义一个函数来表示这样一个环节 这个环节我通常把它称住 这样做经验 fine 然后它应该是接收一个这样一个列表 好,我们先这样把它占住 好,然后我们的这个anestas分析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把它给合回来 好,return anclose 好,然后我们需要在这里接收一下 好,然后我们把这个anclose 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私有的refine这个函数里面 好,接着我们就可以来编写这样一个refine函数了 来精炼我们的数据 好,那么refine这个函数呢 我们留到下节课来编写 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